我们今天介绍横坡的速率 横坡的速率 那么我们拿绳子上的坡 绳坡来作为例子 假如我们在一条绳子上面 让它产生一个小小的扰动 一个小小的扰动 然后这个Disturbance会以V的速度 朝右边去 几乎近似于V的一个等速 朝那一边去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问 这个速率 我们上次是有导出来 它跟frequency 跟Lamina有关系 但是它跟这个介质的本身性质 有没有关系呢 比如说你这个绳子拉得紧 还是奔得松 跟它的张力有没有关系呢 你这绳子粗还是细 是什么材料做的 是钢丝呢 还是一个铜丝呢 还是一根这个尼龙丝呢 那么跟它的质量有没有关系呢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看 横坡的速率 与张力 跟这个介质的性质 的本质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它是以等速朝这边去 我们看它的速度 好像都没有改变 那么不好分析 因为牛顿定律 它告诉我们 你要看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你就要看它受的力是怎么样 那么它运动状态要有改变 就是说它受外力的时候 运动状态要会有改变才可以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来看 我们假设坐标的圆点 我们把这个轴啊 参考轴设在这里 设在这个 disturbance的中间 disturbance的中间 那么 因为坐标设在这里 你跟它一起跑 你就不觉得它有速度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 这个地方的绳子 你就觉得它有速度了 它的速度是朝这一边 以V的速度接近你 就好像说我在路上面 看一部火车 它朝这边去 但是你如果在火车上的人呢 它是觉得这个路的路上的人都朝它这边来 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就呢 就假定说这个绳子 这个物质 绳子上面的物质 朝这边 以V的速度啊 往这边跑 等速 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啊 它就不是直线了 它不是直线的话 就是表示 它方向改变了 就算大小没有变 方向也变了 那么它一定受外力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turbance Disturbance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圆 做一个circle 这个圆呢 正好 就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 Delta L 正好跟这个圆周啊 相当吻合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那一小段 叫Delta L 这一段的这个介质啊 当作是圆周的一部分 当作是圆周的一部分 好 这个圆周呢 我们假定 它的半径是R 好 那么这两个 两端 过来 好 这一段 这一段的长啊 就是Delta L 好 Delta L Delta L 好 我们就研究这一段 我们就研究这一段 就是说 当你这个介质从这边 跑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这里来 是直到 到这里呢 变成圆周运动 运动状况有改变了 那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为什么一个物体的运动状况 会有改变呢 因为它受外力 对不对 受外力 好 那我们现在要用牛顿第二定律了 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画立图 对不对 画立图啊 我教你们从头到现在都在画立图啊 你做题目可不要不 不把立图给画出来啊 我看有些同学做的题目啊 根本就没有画立图啊 也没有写式子 根据什么定律呢 是牛顿定律呢 还是功能定律呢 都没有写 然后就一大堆数字写出来 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我都讲了一学期快过去了 这个习惯还是改不过来 好 你现在这个外力是什么外力啊 外力是什么 这是它的本身 对不对 好 这个切线方向 就是它的tension 我们用s来表示它的张力 所以两边的张力是一样的 张力 这是张力 我画的 这个太长了 张力 好 那这一条线 这个切线 跟这个张力之间的角度 我们假定是theta 当然这个也是theta了 这个是theta了 好 这一条线 跟这个垂直 这个跟半径垂直 所以这个角也是theta 这个角也是theta 因此这个当中的角度 就是2theta 我们把图先画好 好 现在 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 这个物体受的外力 我们先看什么力呢 这个力 它只有这边才有力 这个方向 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抵消了 只有normal方向 只有我们说这是向心的方向 会有它的分量不为零 我们就只求这个就好了 它是等于什么 它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这个方向的分量 这个方向的分量 那么这是什么 s sine theta 所以它是两倍的s sine theta 因为两边都有嘛 两边都有 这个disturbance 是很小很小的disturbance 这个绕动很小 它不是很大的 因此呢 它这个theta 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妈妈糊糊写成 2s 呈上theta 妈妈糊糊呈上这个 这个是力的来源 力的来源 那么合力要等于质量乘上加速度 那我们就看它的这个等式的右边 应该是这样子 现在是什么 是an 向心加速度 质量是等于什么呢 假定 μ是它单位长度的质量 绳子 每一公尺有多少公斤 那么它现在总共有多长呢 有delta l 这么长 这就是它的质量 an是什么 an就是v平方被r除 r就是这个地方的曲率半径 radius of curvature 那么我们现在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带入 那我们就得 那我们就得两倍的s θ 要等于 μ delta l v平方 over r delta l data l 就是这一段的 弧长 相当于弧长 弧长是等于半径 乘上2θ 弧长是等于半径 乘2θ 因此呢 它就等于μ u乘上r 乘2θ v平方 of r 这个r 约掉了 θ 跟这边θ 2θ 也约掉了 2θ 也约掉了 我们从这里就得 一个 我们现在 要用的式子 就是速率是等于s over mu 横坡的速率 跟绳子里面的张力的平方根成正比 跟绳子的质量密度成反比 好 我这里做一个说明一下 就是s s 是 神子的张力 mu 为 神子的线 质量密度 这个是传播速度 传播速度 对材料来讲 它是等于根号s over mu 那么 它也等于波长成频率 也等于omega over k 这关系都要记清楚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做一个题目 做一个例题 看看 还有一条 拉紧的弦 它的质量密度 它的质量密度 mu是等于 4.0g per centimeter per centimeter 所以以后你们做题目的时候 看单位要看清楚 它的速率 传播速率 已经知道 是80个 centimeter per second 好 质点在 就是它的 x等于 10个 centimeter 这个地方 它的波函数 是这个东西 破函数 是5.0 乘上 sine 1.0 减4.0t 它全部是用centimeter表示 就是说它里头的长度 是用centimeter 时间 时间是用秒来表示 好 现在我们要求什么东西呢 求 A 要求这个坡的 坡长 B 要求 第一个 求频率 第二个 就是求 它的坡长 part C 要求 这个坡的函数 这个是 特定位置的函数 我们现在要 求的是 任意位置的函数 好 第一 求张力 那注意啊 有的书上张力 不是用s 有的是用f来表示 所以你们 要看清楚 你这里 这里本来是用话讲的啦 我为了省时间就写s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解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解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 因为你研究坡嘛 一定要把坡函数啊 设定出来 我们不知道 我就假设 OK 假设 它这个是sine的形状 我们也假设它是sine的形状 假设坡函数是yxt t要等于a sine kx 减 omega t 你假设坡函数的时候啊 这个phase里面一定要用 要有一个initial phase 因为你假设它 你不晓得theta是多少嘛 所以一定要假设它有一个initial phase theta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 与题目上的 这个做比较 与y 10cm t 等于 5.0 sine 1.0 减4.0t 做比较 比较 那我们就知道a 这个就是a啊 这就是a 它这个是centimeter 所以 我们就知道 得之 比较 比较以后就知道 它的正伏 a 是这里好了 正伏a就是 5.0cm 5.0cm 然后 这个 因为这里没有x 你不晓得 omega t 这里有4.0t 那么omega就是多少呢 4.0 radium per second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求 第一个 求它的频率 frequency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频率 因为omega是等于2pi f 这个很好记 对不对 好 所以f呢 就等于omega over 2pi 那就是4.0 over 2pi 你把这个算出来 0.64 要算出来 你不要摆在那里 让别人来算 你考试或者是在家里做作业 一定要有个calculator 一定要有 你考试一定要带去 你做工程用的那个 有sine有cosine 有exponential的那个 可以开根号 开立方根的那些 computer都要带去 不要不带哦 好 这是frequency 频率 好 part b 要求波长 你最好呢 你这个地方啊 注明一下 比如说你先求这个 求出来以后 你在这个地方 就注明一下 好 这个是频率 人家看的时候 你要求频率嘛 频率就在这里 好 如果你先写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 要求的东西写在这里 比如说波长 好 lemina 我们可以 有什么式子呢 因为f乘lemina等于v 所以lemina就等于v v over f 现在v也知道 f也知道 那就可以带进去啊 这个是80个 centimeter per second 好 这个是 f是0.64 perge perge就是per second的意思 per second 所以两个per second约掉了 好 这个就等于 一百二十五个centimeter c 就是坡数 我是不是写坡数啊 不是 c是要求坡函数 坡函数里头有正弗 有omega 有这个omega 还要有k对不对 那你就把k也求出来啊 然后才能够把坡函数写出来啊 好 那我们就先求坡数 k k 有了波数以后 那我们现在就把原来这个地方的 它告诉我们的这个值 写出来 我们跟现在的值做比较 它是5.0sin 0.5 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波害数不是假设成 还没有假设 有我们假设是这个 那你现在这个就10公分 这个就变成10公分 10公分 那么0.05乘10就是0.5 减4.0t 然后再加θ 跟这个 跟题目给我们的做比较 跟题目给我们的做比较 于x 这是题目给我们的 5.0sin 1.0 减4.0t 比较 这个都有了 比较这个也有了 所以它就是0.5加θ 要等于1.0 所以θ是等于多少呢 就是0.5个radians 我们就把起初的这个向角求出来了 这个也知道了 这个也求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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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波函数就知道了 对不对 波函数 是 y xt 等于5.0 乘上3k k是0.05x 好 减掉 4.0t 再加上 0.5 这个就是 它的单位是centimeter 这就是波函数 波函数 最后它要我们求 这根绳子的张力 我们由 刚刚我们导出来的 传播速度是等于张力 倍 质量密度来除 再开平方根 所以我们就知道 张力 s 要等于 μ乘上 v² 好 μ知道了 μ它告诉我们了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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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你这个地方 要把它写出来 将来才不会错 这是80个 centimeter per second square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求出来呢 就是25600 个达音 那么 10的5次方达音 是一个牛顿 所以 它就是等于 0.256个 牛顿 OK 这一题就是这么做 再来我们就要看 波 我们一开始就讲过 波是什么东西在里面传送啊 它不是传送物质 它是传送能量 传送动量 那么 我们 主要计算的就是说 它单位时间 可以传送多少能量 那么这个就是波的功率 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 波 横波的功率 与它的强度 这个还没有 这个 还没有在这里 我从来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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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就是power 我们讲功的时候讲过 intensity就是指强度 我们看什么叫功率 功率就是单位时间 传过去的总能量 那么我们讲过一条绳子 在起坡的时候 尤其是正弦坡的时候 它上面的指点做什么运动 做简弦运动 简弦运动 simple harmonica motion 我们讲简弦运动的时候说过 简弦运动的物体 做简弦运动的物体 如果所有的阻力都不算 它的动能 要等于 最大动能 等于最大的胃能 任意时刻的动能 加上胃能 要等于总能 总能等于动能 等于最大动能 也等于最大的胃能 任意时刻的这个能量呢 这种能就是它的 这个时刻的动能 加这个时刻的胃能 好 我们现在看 这个绳子震荡一次 就是说 它这个 在传播的时候 一个坡长里面 这个绳子 各指点都有 速度不一样了 有的在上面 有的在下面 速度不一样 但是 几乎所有的速度都有了 一个坡长都有了 好 那么 在任意时刻 它的动能 等于什么 动能 OK 绳子 它这个坡 是正弦坡 好 这个 都是在这个地方 来回震荡 这个指点 在这个时刻 是这样子震荡 这是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时刻 我们不要画这边 画这边就好 好 那现在我们取一段 取一段 里头取一段 这一段长度是delta x 取一段 长度激素 delta x 它的质量呢 这一段长度激素的质量 delta m 是等于mu 乘上delta x mu乘delta x 好 那我们就看这一段 在震荡的时候 它的动能是什么 这其中的一段 好 这一段的动能 它的动能 好 它的动能是等于 好 我们就算 我们知道动能 是等于这个东西了 如果是一个指点的话呢 它是二分之一m v平方的 但现在我们这个 只有取 取一个 delta m 这个 质量激素 所以它的动能 就是1ke 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质量 再乘上 指点震荡的速度 这个不是v 这是u v是传播速度 u是什么东西啊 震荡的速度 对不对 我们求过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 二分之一 mu delta x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等于partial y over over t的平方 u是等于这个 有没有跟你们做过 做过了 对不对 u是等于partial y over partial t 我求过u 求过a 好 那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波函数啊 波函数 x x y 这个 a sin kx 减 omega t 破函数是这个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 二分之一 mu delta x 好 这个对 t来做偏微分呢 它就变成 负的 omega a cos kx 减 omega t 整个的平方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 这个delta x 我令这个delta x 趋近于 极小值 去临这个极限 approaches zero 当delta x approaches zero 的时候 delta x 可以写成什么 dx 对不对 dx 好 于是 我们就 我们说 当delta x approaches zero 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ek就写成dk 二分之一 mu 这个是dx 我们写到最后去 好 这个负负就平方 负负得正 平方一下变成正 cos 平方 kx 减 omega t 它一个小小的动能 激素是这个 我们等一等要积分 积分里头 还忘记写这个 dx 积分的话 cos有平方很不好记 我们通常都是把 平方的这个 函数 写成它的背角函数 所以我们就 把这个写进去 cos平方 kx 减 omega t 我们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 好 1加上 cos 2 kx 减 omega t 把这个带 带入上市 带到这里 带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一边带 一边就 积分了 OK 所以我们就得 1k 把常数项先提出来 这个都是常数 跟 x 没有关系 然后这里还有个 二分之一 所以它就是 四分之一 μ omega平方 a平方 这个 积分 积分之一项 积分之一项 1加 cos2 kx 减 omega t 整个乘上 dx 它其一个波长 其一个波长 从这里 到这里 是一个波长 是一个波长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值得一提的就是 cos的背角 对x积分 积一个波长 或者对时间积分 积一个周期 是零 不管是cos还是sine sine的背角 两背角 三背角 四背角 五背角 六背角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积分就是零 只有这个 这个积分就是laminar 这个积分就是laminar 所以呢 它这个结果就等于 四分之一 mu omega平方 a平方 乘 laminar 这个单位是交尔 这是它的动能 动能 那么 卫能呢 跟它一样 卫能的积分 一个周期积下来啊 卫能也是一样的 一批也等于四分之一 mule mule多少 Om平方 a平方 乘 所以它的总能 1 就等于 1p 加上 1k 就是一个周期里面的 一个周期或者是一个 波长里面的总能 就等于 这个两倍了 二分之一 mu omega平方 a平方 乘 laminar 通常啊 我们 讲一个波的时候啊 都是讲它的 它的波数是多少 传播速度是多少 它的frequency是多少 很少 很少 就是说用它的波长来表示 也很少用 omega来表示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把 omega 等于 2π f 带进去 带进去 然后啊 f 乘 Laminar 要等于v 带进去 那也就是说Laminar 等于f over v 所以 所以 1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2 就是2 mu平方 mu π平方 a平方 然后啊 v 乘上f f 乘上v ok 好 这个是它的 总能 ok 总能 我看看 应该有个a平方 a平方f ok 好 等于这个 这个有个f平方 一个f平方 一个乘上它就变成v了 ok 好 那现在我们看它的power功率 功率power 一个周期 一个波长里面的功率 就等于一个周期的功率 t是周期 周期是等于什么 频率的导数 所以它就等于 2mu π平方 a平方 f平方 乘上v ok 这就是功率 它的单位是瓦特 我们看看功率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 这个都是常数 我们不管 跟正伏有关 比如说你的绳子 你要让它震动 你要花力气让它震动 对不对 你震动的大 amplitude大 或者amplitude小 哪一个比较用力啊 amplitude大比较用力嘛 对不对 amplitude大比较用力 用力的话就是 输入的功比较多嘛 所以这个功率跟能量 都是跟正伏的平方成正比 正伏的平方成正比 还有frequency的平方成正比 frequency 我这样子慢慢的拉 跟我这样子很快的抖 那输入的能量不一样 那么它跟频率的平方 你抖得越快 它的这个功率越大 还有跟绳子传播的速率 我能量就是这么多 它传的快 不就单位时间传的多吗 对不对 跟速度一之方成正比 那这个就是功率 好 那么怎么叫强度呢 好 我们看强度 强度 intensity 我们用第一个字母来表示 intensity 它是单位时间穿过 垂直穿过单位面积的能量 单位时间垂直穿过 这个垂直很重要 垂直穿过 因为你这样穿过 跟鞋的穿过 面积都是这么大 这个穿过的量比较多 那现在我们是绳子 它都是垂直穿过 它其实就是power 被一个周期的时间来除 不是被面积来除 面积 power本来就是能量被时间除 对不对 再被面积 这个是界面 界面积 我们小s 界面积 好 那么 带到这个里头去 它就等于 s分之2 μπ平方 a平方 a平方 f平方 乘上 v 它的单位就是power 被面积来除 power是瓦特 面积是metersquare metersquare 这个是鱼 坡的行径方向垂直 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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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ower 好 这个是我们看的这个强度跟功率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坡 根据这个坡面的形状来分呢 那坡又可以分成所谓的球面坡跟平面坡两种 最常用的这两种 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 球面坡 球面坡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炸弹在空中爆炸 它一爆炸不就有能量释放出来吗 它这个能量呢就像四面八方传播 四面八方都传播 那么空气我们假定都是均匀的四面八方都一样的画 那么它这个时候的坡啊 它是成一个球面状的传开 我先把坡面画出来 我们在定义什么叫坡面 它的坡面是一个球面 它变成这个同心球面 然后向外扩张 好 那这个一圈一圈的我们称它叫做坡面 它叫Wavefront F-R-O-N-T Front Wavefront 什么叫做坡面呢 坡面就是啊 你一个坡 它这个F-R-O-N-T F-R-O-N-T F-R-O-N-T 不是跟时间位置有关吗 你就把这个空间 它的F-R-O-N-T 完全一样的 这一点的F-R-O-N-T 跟这一点的F-R-O-N-T 跟它所有的这个F-R-O-N-T 都一样的 F-R-O-N-T 都一样 我们把它积在一起 变成一个面 它的集合就是一个面 那么这个面如果是球面的话呢 那就是球面坡 那么这个跟这个坡面跟坡面之间相差一个坡长 其实这个跟这个 就是说这个上面的坡面 这也是坡面 上面的点它的像也是一样的 像也是一样 只不过这个上面的X 跟这个 差一个Lamina 差一个Lamina的长度 这个如果是球面坡的话 就是用R-KR不是KX 这个叫球坡面 这叫球面坡 这个是球面坡 我们写在下面 好了 好 那么在球面坡里面 我们可以画一组 直线 放射状的线 这个线 处处都跟坡面垂直 处处都跟坡面垂直 这个线我们称它叫做 Rays 就叫辐射线 英文就叫Rays Rays 我们称它叫做 辐射线 辐射线就是坡的传播方向 像球面坡 它像四面坡方传播 通常这个像这种球面坡的坡源 它是一个点坡源 它是一个point source 点坡源 所以它 它一有能量释放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坡型是四面八方 扩张的 那么这个 比如说这个叫做R1 这个是R2 这个是R3 这个面的面积 我们称它叫做S1 这个S2 这个是S3 那我们知道球面的面积 是四拍R平方 球面的面积 是等于四拍R平方 所以S1呢 就等于四拍R1的平方 S2 就等于四拍R2的平方 等等 好 现在我们说 它放出来的这个功率 炸弹 一爆炸 它的全部的能量 被它爆炸 总共的时间来除 就是功率 这个功率是定值 它一爆炸出来 是多少就多少 以后也不会增加 以后也不会减少 能量不可以无缘无故增加 也不可以无缘无故就减少 所以它的功率是一样的 那么因此它的intensity 是等于功率 被S来除 S来除 那 如果是球面坡的话呢 这个是四拍R平方P 这个是常数 这个常数 这个常数 因此我们说 I是跟R的平方乘反比 它越传得越远 它的强度就越弱 传的距离越远 它的强度就越弱 这个是intensity 因此我们就知道 球面坡的强度比 跟它的半径 跟坡面半径的平方乘反比 跟半径的平方乘反比 而强度我们又看到 它是跟什么 跟正幅的平方乘正比 那正幅的平方就等于是 跟R的平方乘反比 那就是正幅跟R乘反比 正幅跟R乘反比 所以 如果是球面坡的话 它的正幅A 不像我们以前写的 那个A是个常数 它不是 这个A 它是随着R在变化的 R越大 A就越小 所以A是R的一个函数 这是讲的球面坡 再介绍一种叫做平面坡 好 平面坡 平面坡就是 它的坡面 是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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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位处处要跟这个 坡面垂直 所以它的位 它的辐射线 是一组的平行线 一组的平行线 那么 这个坡面跟那个坡面不一样 那个坡面会越来越大 平面坡的坡面就保持一样大 一样大这么传过去 因为它的面保持一样大 因此它的intensity 等于power被s2 是等于定值 它的强度就不会随得它传播的越远而越弱 那么现在我们拿一个典型的例子来看 我们以前点的那个电灯泡 支热式的电灯泡 又巫师的电灯泡 我们可以当作是一个球面坡 它出来的光 所以你看书的时候 离这个灯泡越近的时候 你看的这个 越清楚越亮 你越远的话 这个就越暗 那如果你这里点个电灯泡 即使一百瓦 你如果跑到后面墙那个地方去看书 根本看不见 不够亮 但是平面坡呢 就不会 什么是典型的平面坡呢 现在我们只能找到非常类似平面坡的 就是我们镭射的坡 镭射的光点 镭射出来的坡 它可以慢慢呼呼当作是平面坡 但是严格说起来还不是 你镭射在这里 我对这个墙射过去一个光点 我对后面的墙射过去 还是那么大的光点 几乎大小都一样 所以它强度都一样 但是你如果真的很远 你从这个地方往月球上面射一个 月球上面射 这里的光点就是像豆一样了 到月球可能一公尺 一公尺的直径 那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这种平面坡 这种球面坡可以妈妈呼呼当作是平面坡 那因此我们说 那目前我们最好的平面坡 就是雷射坡 好 以上介绍的是 坡的功率 强度 再来我们就要看坡的反射跟穿射 坡的反射与穿射 谢谢大家 反射叫reflection 穿射叫transmission 我们以前讲的坡几乎都是 说一个坡在同一个介质里面传播 但事实上我们找不到一个那么大的介质 可以让坡一直在里面传播 坡一路传过去的时候 它总会碰到另外一种介质 跟眼前的这个介质不一样 就是说坡在行进的时候 进入到另一个介质 进入到这个介质跟另一个介质的边界的时候 它有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有一部分的坡继续走 穿过去 穿到另外一个介质里面去 有一部分的坡折回原来的介质 跑到第二个介质去的坡 我们称它叫做穿射坡 穿射坡 返回第一个介质的坡 我们称它叫做反射坡 一定有这个坡 到了这个介质的边界 一定有这么一回事发生 那现在我们就来拿神坡来讲 神坡 如果我们把一根绳子 细绳 它跟另外一个比较粗的绳子 细在一起 就接在一起 比较粗的绳子 这里画一个 结果呢 它有一部分的坡 到这里以后就传过去 有一部分的坡呢 就折回来 折回来 我们画两个好了 画两个好了 好 这个 入射坡 入射坡 好 等一等 他有一 有一部分的坡 就穿过去 有一部分的坡 这个穿过去 这是穿射坡 这个 回来了 返回原来的介质 叫反射坡 从细的到粗的 就是质量比较小的 质量密度比较小的 到质量密度比较大的介质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反射坡 但是 相位跟这个正好相反 特别是在 这个地方正好相反 OK 那么 过去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个 标画有波浪性的 就是这种 脉坡型的 过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反射以后是变成这个样子的 变成这样子 但是穿射坡呢 相位一定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好 那么 如果它是从粗的这一边 传到细的那一边去呢 情况又不一样了 好 入射坡 好 等一等呢 它传到这个边界以后啊 好 它就有一部分的坡 传过去了 然后一部分的坡 折回来 折回来 OK 同方向 画错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这反射坡啊 跟入射坡 同一个方向 当然我们用数学式子 可以算出来啊 可以算出来 那 我们这个实验都很好 很好记的 这个现象很清楚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两种 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 像这种情况 好像是什么状况呢 这种状况 好像是我们一条绳子 如果是固定在墙上面 固定在墙上面 就好像说一条细的绳子 这边接了一个好处好处 质量密度好大好大的绳子 墙密度大的跟绳子比 大得不得了 所以呢 这个坡啊 传不过去 传过去的分量 几乎你感觉不出来 那么它回头的这个量啊 就跟这个大小是一样 不过方向相反 它传回来呢 是这样子的 是反射坡 这个时候没有穿射坡 没有穿射坡 只有反射坡 这叫完全反射回来 OK 完全反射回来 那么这种的一个极端情形 就是说 我们把一个坡 一个绳子 它的这一端呢 弄一个环 这个环呢 就套在一个柱子上 套在一根柱子上 可以自由滑动 可以自由滑动 OK 好 等到这个坡 穿到那个地方以后啊 穿到这里 它抖上去了 这里没有东西啊 那坡要有戒指啊 我们当作那里没有戒指 穿不过去了 穿不过去就怎么办 反射 没有穿射就反射 这个时候它就 完全反射 反射 这个时候它就是 完全反射回来 反射坡 反射坡跟入射坡 同向 OK 这是两种 极端的这个情形 好 就是讲到坡 在不同的戒指 在戒面的时候 它有一部分会穿射 有一部分会反射 好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坡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理 就是坡 它有重叠性 重叠原理 叫做叠加性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of 叠加性 叠加性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坡 同在一个戒指里面传播 一个戒指同时有两个坡传播 那么这两个坡 在这里面 同一个戒指里传播 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呢 比如说 这个坡 跟第二个坡 同经过一个点 第一个坡 本来要让第一个 这个戒指 震荡五公分 比如说 第二个坡 要让它震荡 十公分 那这两个坡 一起传来的时候 那一点要震荡几公分呢 十五公分 如果都是同向的话 如果都是同向的话 就是十五公分 反向的话 就是十减五 就变成五公分 OK 好 这个是叫做叠加性 叠加性 那就是 我如果有一个 我如果有一个 y1xt等于a sin kx 减 omega t 另外又有一个坡 等于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假定这个 众服也一样 还有它的 坡长跟频率 都一样好了 不过它有一个face 有一个相差 有一个相差 表示这两个坡 不一样就在它的相差 当这两个坡 同时经过这个物质 同一个介质的时候 合成坡 yxt等于什么呢 等于 y1加y2 这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以后 就变成这样 我们写到那一边去 两个加起来以后 我们再来看它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情形发生 yxt 就等于a可以提出来 里头是sin kx-omega t 再加上 kx-omega t 加5 合成以后变成这样子 我们等等再来看它 加起来 那这两个坡 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 比如说 铜在一个介质里面传播 一个坡 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看什么状况呢 就是fi 等于 我们看 fi 我写在下面好了 相差 零 二拍 四拍 等等 那也就是等于n拍 n是等于 我们等于2n拍好了 n从零开始 1 2 3 4 5 6 那就表示这个坡 第一个坡 跟第二个坡 完全一模一样 第二个坡也在这里 第二个坡 跟它重叠在一起 来颜色的是y2 合成以后呢 合成以后它变成 就是全部加起来 这个加起来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两倍就到这里 这个两倍就在这里 这个两倍就在这里 它就是合成坡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是 y 这种状况 我们称它叫做 fi等于这个 叫做两个坡 同向 我们现在是假定 a都一样了 结果就是 加起来 特别强 那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坡的干涉 两个坡相遇 就好像 一件事情 我在做 你也要 也有意见 就是干涉 你干涉我 两个坡 互相干涉的结果 像这种状况的话呢 就 它叫做什么 叫做 相涨干涉 两个 对这个都有意见 结果两个意见完全一模一样 那不就是更好做了吗 对不对 那这个叫乡长干涉 叫做 叫做 instr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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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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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一个 假如 假如 这两个坡 正好 相位 相反 若 5 等于 2n 加1pi 那就是 n也是从0开始 那这个正好是 这个值正好是 负的3kx Omega t 通通减光了 减光了 没有了 那这个坡呢 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先称 这个叫做 香肖 干涉 这叫意象 两个完全 相位相反 二波 相位相反 他就做这样的一个 重叠 一个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另外一个 重叠 跟他一样 正好 跟他相反 这画得不好 这个应该是 一样高 ok 好 他的坡峰 正好是这个坡谷 好 那 合成坡就是 在 合成坡就变成这样子 都是0了 这个是 y1 好 这个是y2 好 这个是 y 这个叫 完全相消干涉 完全 完全相消干涉 如果政府不一样大 他不会全消掉 如果这个只有他的一半 如果这个政府 蓝色的是红色的一半 那么他黄颜色就是在这里 他还是有波浪 ok 这个叫做completely 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这个就是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相消干涉 我们就是叫做destructive 我们 我们为了方便才假设他是 都是 不一定 真正的坡 不一定都相当 如果两个坡 也不是同项 也不是完全异项 政府又 又不是相等 那么就是两个加起来就对了 两个加起来就对了 有正 加起来以后 他什么坡就什么坡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特点 看一个实验 看一个特点 坡的一个特性 很重要的特性 如果这里有一条绳子 它这里有两个坡 一个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坡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往这边走 这个往这边行进 然后他们会遇到一起 对不对 会遇到一起 遇到一起的话 就变成这样子 好 他们相遇了 那一起呢 这个区域就根据重叠原理啊 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坡 好 这新的坡从这里开始相加 OK 开始加起来 所以它就是新的坡 我们画在这里 我这画的不好 这是新的坡 这是新的坡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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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了 但事实上 它各个成分坡 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 原来的形状 等一下 这个坡 这个坡过来了 这个坡过来了 这个坡跑到这边来了 好 它继续往这边走 它继续往这边走 这个跟这个还是一样 这个跟这个还是一样 它混在一起 它和政府是这么 震动的 和成震动是这样 但事实上这两个坡还在 两个函数相加而已 如果两个相 遇到一起就是相成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这个特性 我们说 两个坡或者是多个坡 互相干涉的话 它们各自的特性 还是存在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们听过这个 交响乐团在演奏 听过没有 里头好多乐器 对不对 有喇叭 有大提琴 有小提琴 还有什么 很多别的乐器 好啊 什么东西 一演奏 你还是可以听到 这是喇叭的声音 这个是大提琴的声音 这个是 长笛的声音 都听得清清楚楚 它不会变掉 它不会变了 这就是坡跟我们物质不一样的东西 物质是两个物质 两个物体 它不得同时占有同一个位置 不得同一个时间占有同一个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车祸啊 为什么出车祸啊 这两部车子 同一个时间要站同一个位置 对不对 结果怎么样 结果两个车子都变形了 支离破碎啊 好 两个泼相遇呢 会不会支离破碎啊 不会 你到水潭去丢石头 丢两个 这个联谊就开始扩散 扩散 扩散 这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啊 你看到 教会的地方 那个阵幅会比较大 或者是比较小 但是呢 等到再传过去啊 又是一样的 又是原来那个圆形的坡 所以管轩院里头 那么多的坡 加在一起 我们还是可以分辨 不但阴坡啦 光坡也一样啊 你们这么多同学坐在这里 你有你的坡进来 他有他的坡进来 张三单独坐在那里 我知道他是张三 李四单独坐在那里 我也知道他是李四 两个一起坐的话 两个坡都进到我的眼睛 会不会两个干涉的结果 变成王五啊 张三加李四变成王五 会不会啊 不会啊 张三还是张三 李四还是李四啊 你在路上看了一只狗过来 那是狗 一只猫过来又是猫 两个一起跑的话 你一看怎么一直猪过来 有没有这种情形啊 没有 这就是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它的一个特性 坡有这个特性 因为它两个坡相遇的时候啊 它是两个相加 相加的话就很简单 它各自特性都还在 如果相成的话就不一样了 相成的话这个 如果坡加在一起 变成三平方什么东西的 那这个世界就变掉了 就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 坡既然会有干涉 我们现在就看一种很特别的状态 就是一条旋 它两端固定 两端固定 旋 那么它里头如果有 同时有朝两个方向传播的坡 它们干涉的结果 会形成一种坡 叫做驻坡 Standing wave Standing wave 为什么叫驻坡 我们要倒出来才知道 好 假定我们有一条弦 两端都固定了 好 我们令这个轴叫做X轴 这个圆点 这个地方是L 好 现在我们假定有一个坡 我们让它里头产生一个正弦坡 好 朝这边传播 好 朝这边传播 它传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会完全反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这个 这个是个墙 完全反射 好 它的反射坡 我们假定 好 它反射以后 它的正弧 是A prime 因为它反射 因为它反射回来 它的速度是反向的 这里用加的 这里用加的 OK 这个是朝正X方向传播 这个是朝负X方向传播 好 这两个坡 一个朝这边 一个朝这边 同时有 不断地有 这不断地有坡 于是就有合成坡了 合成坡就变成这样子 它两个坡 因为干涉 作用 那么加在一起 就变成合成坡 它合成坡呢 YXT 就等于Y1加Y2 就是A Sine KX 减 Omega T 然后再加上 A prime Sine KX 加 Omega T 合成坡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要问 A prime是什么 前面的A我们都知道 A prime是什么东西 政府是多少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 解剖的问题 有一个叫做边界条件 这个条件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边界 这里也是一个边界 就是说这个地方介质跟这里不一样 所以有一个边界 这个介质跟这个不一样 所以这里有一个边界 我们利用这个边界条件 在零的地方 我们说有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是什么 就是 X等于零 这个地方 这个绳子被固定住了 这个地方的绳子固定在墙上 它不会震荡 不让它震荡 不让它震荡 因此它任何时刻 X等于零 这个地方 这个界质 任何时刻 它的合成 它的Y都是零 Y都是零 就是Y 零 T 永远等于零 因为这一段固定了 好 你把这个条件带进去 得 Y 零 T X是零 那这一边呢 X是零 X是零 所以它就是负 A Sine Omega T 加上 A Prom Sine Omega T 这个要等于零 好 三跟三约掉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 A Prom呢 要等于A A Prom等于A 因此它的合成坡 就是这个坡 就是这个坡 所以 合成坡 A都一样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里头是Sine KX 减 Omega T 再加上Sine KX 加 Omega T 好 我们把这两个三角函数 相加 它就变成两倍的A 两倍的A 好 这个加这个 角度除二 那就变成Sine KX 好 这个 这个 减这个变成Cosine 除二 就变成 Omega T Cosine 负Omega T 等于Cosine Omega T 你看 合成坡 它现在这个形式 就不是行进坡 行进坡的形态是这个样子 Face是这样子 它现在不是行进坡了 合成以后不是行进坡了 那它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个 指点做什么运动呢 你看 我们以前学过减弦运动 你把这个当作一的话 2A Cosine Omega T 不就减弦运动吗 对不对 你都指点做减弦运动吗 2A 是它的什么 振幅 现在呢 2A 旁边又多成了一个Sine KX 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振幅 就说它的振幅 是2A要乘一个Sine KX 就是它的振幅跟X有关 你这个点 这里跟这里跟这里跟这里 它振荡的时候 这个振幅不一样 振幅不一样 那么它振荡起来 是这样子的 我画给各位看 它振荡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振幅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振荡 往这边用虚线表示 这样振荡的时候 这一边是这样子振荡 这一边是朝这里 这里是朝这里 当然它 一下振荡这边 一下振荡这边 我们发现 它跟行径坡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行径坡是 这个子点振上去 振幅到2A 马上下来 然后换旁边的这一点 再到2A 在这一点 振幅又变成2A 振幅都是2A 而且这个 它的坡峰的位置 随时在改变 位置随时在改变 因此这个叫行径坡 这个不是啊 这个坡峰永远在这里 永远是这里 因为这一点的振幅 就是这么大 旁边的振幅 不可能有这么大 比它小 再来又比它更小 这里的振幅就是0了 这里都是0了 这个地方又是最大 是这样子的 那么 这个时候的振动啊 它是 各点 同时振动 同时振动啊 在这一段里头的点 同时向上振动 这一段的点 在这个向上振动的时候 这个是向下振动 等等这个往下 它就往上 振幅呢 永远都是 这个最大 你看它拨风的地方 它不会跑 它就在那个地方振大 就是说这个坡 好像一个人站在那里 不会动 助力于该处 不会动 意思叫助坡 OK Standing wave Standing wave 是大家一起震荡 各点的振幅不同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几个位置 比如说 它振幅是这个 好 振幅永远是0 是哪几个点 永远是0啊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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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0 对不对 振幅是0 这个叫做坡洁 not 这个地方 叫做坡洁 这个叫做坡洁 not 坡洁 好 那么我们去看坡洁的位置 永远都是0 这是坡洁的位置 我们看坡洁的位置应该是什么 这个永远等于0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 2A sin kx 等于0 这个等于0 画到这里就好 这个等于0 2A不是0了 那一定是什么是0呢 sin kx 要等于0 sin kx 等于0的话 那么kx 要等于 2npi 2npi 那就是n 0123 k是2pi over lamina 乘上x 要等于2npi 好 那我们现在把pi约掉 好 这个npi就够了 不要 npi npi就够了 它这个 这个地方也是0 2pi是在这里 好 那么我们就得 x 是等于 我们这个用m好了 用m好了 mpi m 的2分之 的2分之 lemina m是0123456 这个是什么 破解的位置 破解的位置 等于0 m等于1 m等于0在这里 m等于1 就是2分之 排 2分之 lemina 好 m等于2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破解跟破解之间的距离 就是2分之1 破长 2分之1破长 ok 好 这也是2分之1破长 这也2分之1破长 好 我们现在看 破腹的位置 破缚是这么大 破缚的正幅 2a 破缚 它如果等于2a的话 正负2a都可以 正2a跟负2a都可以 这个是破缚 破的肚子 破缚 的位置 像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破缚 就是anti-naught anti-naught 好 那它这个 原来是要等于2a sin kx 好 这两个相等的话 那就表示 它的sin kx要等于正负1 正负1 那么kx要等于什么呢 它二分之π的基数倍 二分之π的基数倍 那就是2m加1的二分之π 好 你把这个带进去 k等于k等于2π over lamina带进来 我们就得x要等于 等于2m加1的四分之 lamina 那m还是从012 比如说 这里是破缚 四分之一破长 ok 好 这个地方呢 是等于多少呢 等于 一 四分之三个破长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好 四分之 四分之三 再来就到这里 四分之五破长 这是破缚的位置 破缚的位置 ok 所以它破 它的 破结跟破缚位置 都是固定的 固定的 ok